大家好,我是Den 是因为Blackpink集所主演的韩剧 采光瓦快要播放了吗? 前几天才刚有过黑粉造谣的恋爱传闻 今天又发生了埃及正义 昨天在韩国很多论坛 同时出现了一个标题为 合约到期就毫不留情的贴文 内容是在说 Blackpink之前有代言三星的手机 但是与三星的合约到期后 成员们就毫不留情的都换成iPhone手机 然后也附上了成员们使用iPhone自拍后上传的照片 然后强烈的指责 10月10号 集所在IG上传照片后留言 哇,终于换了New Phone QCase 网友表示 这留言是指 终于从三星手机换成iPhone手机了 表示集所非常没有意气 因为同时在很多论坛出现了这样的争议 很快就有记者将这个争议播导成新闻 结果还登上了热搜异味 但其实Blackpink代言的三星A80手机 是在2019年7月前提合约 2020年8月合约就到期了 距离现在都已经过了一年多 所以集所那句终于换了New Phone QCase 非常有可能是在说 终于拿到了现在非常缺货的iPhone 13 或者是这个手机壳 实际上集所也是Tag的手机壳厂商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网友们的反应 明明都已经Tag了手机壳 却造谣成是从三星手机换成苹果手机了 不是,他之前开始就使用了iPhone呢 合约到期都过了一年多 那代言一次的话 这辈子都要使用那一个品牌吗 昨天12点之前 这个新闻的点赞数是2000左右 一个晚上变成了5000 这个时间正常的上班族跟学生 都为了上班上学睡觉 一看就是造假太不像话了 现在粉丝变多了 还可以这样防御 真的从几年前开始 这些黑粉就拼命的组织性的造谣 令人无法理解 别的男团也是被这样搞过 太可怕了 这是为了什么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使用什么手机是你的自由 但是Blackpink成员们也不是一两次 有必要再影响力很大的SNS 上传手机照片 给竞争公司宣传吗 就算没有意气 也要会看点眼色吧 对于激素的iPhone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美国歌手Liberty 去年为了宣传自己的演唱会 上传了恶搞的宣传照 但是很快就被Kpop粉丝们发现 既然是使用了Chiny琼琼的遗照 把照片换成了他自己 也修改了十字架排位等 让粉丝们都非常愤怒 虽然在那个时候 因为遭到Kpop粉丝们的强烈指责 他有迅速下架照片 但是他却也嘲讽过指责他的人是 Kpop极端粉丝们 但是最近 因为他的Live goes on歌曲在抖音非常红 也刚发表了新曲 所以粉丝们就挖出这张照片 再次要求他道歉 结果在前几天 他在IG现实动态上传了道歉文 内容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想要对因为穷样的照片而伤心的所有人道歉 这照片不是我制作的 我跟我的团队都不知道这张照片的来源 如果我们知道了 就绝对不会上传这张照片的 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们 所以就马上删除了 我们上传那张照片的理由 是因为我们正在准备有关死亡的专辑以及演唱会 我中学的时候 我的亲戚进入脑死状态 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沉迷于死亡了 当时没能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 再次道歉 因为失误而让大家伤心的部分 不管那个人是谁 用别人的遗照批图就很不应该吧 真的是疯了吗 过了几年才道歉 好傻眼 这是什么东西 利用别人的痛苦是非常恶劣的行为 就不能做一个假的吗 不管换做谁 都是非常失礼的 只是点进来看看的 看到穷元名字后 心脏都要塌下来了 这不是知道来源就不用 不知道来源就可以随便用的照片 如果今天自己家人朋友的遗照 被这样恶搞的话 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呢 真的会让夏宜妮粉丝们心碎的